升上高二以来,科业难度大增,压力变大,每天晚上焦虑地睡不着觉,大大影响了我们隔天的学习效率,这成了我们目前最大的烦恼。 这是我们DLC实现计划,我们透过以上三种措施来解决青少年的焦虑,我们将放在教室后面,让他们自行取用,第一点,我们首先先汇集了所有人对怎么解决焦虑的方法的意见,放到这个扭蛋机里面,有需要的人可以自行取用。 这个人说的就是大吃大喝,接下来我们要订购的化学型急救包,那里面有反内卷测纸,正进胶难,OKOK放,测加坠里尺,假消贴纸, 它有心情垃圾袋,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呢,或是赶到焦虑的时候,就可以去教室后面自行取用。 这边的是我们的烦恼垃圾桶,那你赶到有任何的焦虑或者烦恼的时候,更欢迎从这里面拿一个信封,然后投到我们的信箱里,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进行答复。 那我们现在来采访我们的使用者之一,陈柏宇先生。 请问你在使用上有什么感想吗? 就是我在过程中,就是我遇到一些时间分配上的问题,但是有一个就要翻到这种东西,然后写了一封信去询问有关照的东西,然后之后就是成功解决我在时间分配上的问题。 好,谢谢你。 谢谢你。 BFC是一个让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中问题的活动,在时间阶段解决他人焦虑的同时,也解决了我们自身的焦虑。活动过后,我们发现,我们对他人付出的帮助和努力最终也回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。 但是,我们的这些节目的表现,我们可以看过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